大清入关时满八旗的兵力可不是区区的六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时八旗总兵力在十四到十五万左右 扣除掉汉八旗的二点四万和蒙八旗的三万人 满八旗的总数应该在八万左右 在松锦大战之前满八旗共有兵七万 在松锦大战中损失了金两万后 黄太极随后向北彻底吞并野人女真 抢征索伦族和达乌尔族两族撞钉 并将两部并入女真 作为满八旗后备兵员地 随后满八旗兵力重新补充到八万左右 在明清战争的同时 大清也在对蒙古诸部进行征服 从努尔哈赤时期 后今便开始了对克尔沁部的征服 腾石和喀尔喀和查哈尔也有摩擦 1596年努尔哈赤征服了克尔沁部明安和内喀尔喀布老萨等部 1606年内喀尔喀诸部尽数归附努尔哈赤 1624年克尔沁大部归顺后金 1627年黄太极骑袭查哈尔部 削弱了查哈尔的实力 扎鲁特部归顺后金 1632年黄太极在征查哈尔 先前归附后金的蒙古诸部观望不前 不过后金仍然占据优势 5月后金进军至归化成林丹汉难度欢合 逃往厄尔多斯 后金俘获查哈尔数千人 此年卯明安部 乌拉特部归附 1634年林丹汉病逝 查哈尔克什克腾不中相继归降 1635年林丹汉之子讹者出将 现元代传国喜至告知宝 查哈尔部灭亡 厄尔多斯部归化成土莫特医病归降 1636年大清建元 年号重得 内蒙古诸部已经全部归附大清 皇太集成帝 同时担任蒙古大汉 不难看出后金也是花了近半个世纪的功夫 才吞并整个内蒙古 这期间除了军事征服 还有设置官吏和互相联姻的政治手段 相比于征服蒙古 打清在征服大明上虽然花的时间短 但是废的功夫可是真不少 之所以能够拿下大明 一方面先前的六次入关截略和松井大战 已经尽数消灭了大明精锐 之后由于李自成打进北京 大明失去了强有力的统一政府 虽然大伙都奉洪光的为征术 但是军阀之间勾心斗角 互相不团结 各有各的算盘 最后要么各自为战 要么倒戈乡向 充当大清灭明的先锋 可以说仅是南明洪光政权投降大清的官兵 就有六七十万之众 被裁军政编后 新的绿营军仍然有三十多万 如此庞大的兵力 再配合上十五万八旗兵 再加上后续源源不断的投降兵力 大清自然是不愁确认打仗 倒是汉人的表现实在是悲哀 提主的六万满洲八旗兵是不准确的 六万只是八旗的旗兵 而根据相关记载 黄太极准备入官时 在太庙举行祭天 可以动员的兵力就达到了十五万 为了侧应吴三桂县官 清朝而出 号称二十万大军 彼时满清已经是对中原志在彼得了 网上总有人说满清是吴三桂放进来的 明朝是李自成灭的 满清就是捡了一个漏 许知但凡要成就霸业者 必有高人相助 努尔哈赤 黄太极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外因方面 其一 以汉治汉 笼络人心 众所周治 满洲人作为游猎民族 最擅长的就是劫掠 打仗野蛮勇猛 抢到手就是强者 经常以劫掠人处多少 需要战功 但是光靠野蛮杀法 抢掠是不能占领中原的 从努尔哈赤时代 一直到黄太极时代 他们都很重视汉塵 先是忠勇范文成 再就是使出百般谢树 成功招降洪城仇 尤其是洪城仇的问鼎中原的建言 被多而关采呢 出其不意 从冀州密云进京处 急行而进 只屈北京 击败李自成 当江南战士不利之际 洪城仇被记忆厚望 被收与招辅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之职 成功安抚江南 可以说满清入关能够运筹帷幄之中 真少不了这些汉塵的 安前马后的县级县策 洪城仇鞠躬至尾 其二 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如果说 后面吴三桂充当了清军入关的带路党 无疑 洪城仇等汉塵起到了定海神针 直入明灯的作用 这些人的作用不至于大海航行中的舵手 让清军在入关之前就完成了满蒙汉集团的联手 如同打完了一艘超级航空母舰 与此同时 努尔哈赤 黄太吉 多尔滚灯祖孙三代满洲首领能成功问鼎中原 更远于为满汉蒙军事集团赋予的一个超级杀手锏 这个超级杀手锏就是努尔哈赤创建的满洲八旗 八旗内部集齐团结 这是其壮大取胜的关键 而当时的满族统治者将满汉蒙三旗军队整合成一个利益链条 规定凡是兵丁在作战中掳猎奴隶 就可以上升为奴隶主阶级 这和秦朝的军功制度相似 只要你打仗能够击溃敌人 杀伤敌人就奖励给你徒弟 获得侯爵封赏 其实都是要激起战神内心的战斗欲望 使他们为了巨大的利益而不顾性命的奋勇杀敌 长期的狩猎和恶劣的自然环境 让他们的战斗力得到了天然的锻炼 所以在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中 往往舍身不顾命的奋勇拼杀 连连取胜这些都让满洲八旗爆发出洪荒之力 尤其是数量远朝明军的骑兵 如同一支移动的机械化坦克军团 日行一百公里决战千里之外 复旦大学之名历史学者侯阳芳教授 研究后认为 光靠步兵 炮兵 野战中如何冲锋 飞机 松紧大战时的追杀 山海关的冲锋 都是骑兵 即使明清第一次决战的主力仍然是骑兵 一次性投入就有三万多骑 强大的骑兵诠释了 骑射乃满洲之本的用兵思想 并成功获得战争主导权 自此满洲有了庞大的军事集团 那么以此为开端 满清如何收买人心 网络中原豪杰呢 其三 怀柔手段 蓝威病师 为了笼络明朝抵抗势力 满清打着为重贞队报仇的旗号 欺骗世人 正是受益于汉塵的谏言 入主中原必须清除各种障碍中 最大的障碍不是他们眼中的流寇 而是训练有素的残于明君 众所周知 闯王李自成犯下了一个最大的失误 是逼死了重贞 当然 这并不是李自成想要的结果 重贞弟一死 群雄并起 他们纷纷把矛头指向了逼死重贞的李自成 直此混乱之际 满清迅速调整政治手段 以为重贞对报仇的旗号 抢官多爱 抵抗势力 望风而降 这其中 不但有红尘筹 吴三贵等人投靠 清廷清车熟路 引发的多米诺效应 更有他们俩人 一文一武 将明朝残余势力的动摇分子 瞬间吸收到麾下 很多人以为这是报仇的机会 以为他们满洲人不是来争夺天下的 但事实证明 世人被欺骗了 尽管红尘筹之流 为满清立下了开清第一宫 但讽刺的是 若干年后 康熙将其列入二臣传 留下后世骂名 时至今日 其后人不知羞耻 为其搞隆重的祭祀庆典实在不可理喻 既然尝到了怀柔的甜头 满清如法炮制 以联姻为命 将蒙古各部落王公们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形成铁血联盟 彻底解除了满洲人的后顾之忧 于是满人成为蒙古的殷亲 蒙古成为满人的帮凶 再用八旗制度 让蒙古成为满清的铁杆死忠粉 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 满洲狼来了 就这么走了 没那么容易 内因方面 其一 国库空虚 透支严重 明朝自从万里三大争后 虽然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但是自身也损失巨大 不仅军事实力损失巨大 更因为援助朝鲜 战争旷日持久 导致国库亏空严重 在这场大战中 明朝辽东边军损失了一多半的精锐力量 从最初的十万之众打到胜利后仅仅不足四万军力 而这场战争消耗了大明朝有限的国防预算 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在四百万两 而实际战争之初却达到了七百万两白银 其二 几荒不断 说服家中 如果说剑中女真的外优是主因 那么 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导致的内患则让明朝雪上加霜 国库空虚后为了维持和辽东厚金的战争 各地加大了农民的税赋 而当时正值小冰河时期 灾害严重 不仅饥荒不断 颗粒无收 以多人口的生活无法保证 而明末引进的番薯 土豆和玉米还在福建等地势众 正在逐步推广 但是这个时间和空间都没有留给明朝 偏偏各地积民太多 食不果腹 他们纷纷铤而走险了 切杆而起 由于寄民源源不断 习一军从来不缺病源 这也是为什么明军越镇压造反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根源在于 人口与自然灾害下的有限资源严重不成比例 反而满清通过这场战争再屠杀了七千万人后 暂时缓解了人口和粮食短缺引发的最突出矛盾 在后期将土豆红薯玉米推广后 恢复人口就很快了 其三 南明政权内哄不断 内部纷争 党争四起 山头林立 无法号令天下 不能形成合力 被分化瓦解 个个击破 如果说满清军队打进来 是一个强有力的攻击力量 那么 事实上 还不至于将明朝彻底打倒 因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 南明建立的几个政权 都无法做到让天下人归心 虽然都标榜自己是正统 但从真帝死后 这些政权的实力都不能完全掌控明朝 惨于势力 比如 郑之龙九完全架空了龙武帝 他大权在握 不仅掌控兵权 而且早年就很擅长海上贸易 中宝私囊 根本没有兴趣抗清 更别说收复明朝破碎的山河了 他不仅对龙武帝敷衍色泽 抗清是假 劳政治资本才是真 更是善于去言复试 审时夺势 被清廷拉拢很快就攀变了 不但毁灭了龙武政权 最终自己也落了个被清廷斩首的下场 好在儿子郑成功争气 实质抗清 收复台湾 成为坚持抗清的民族英雄 再比如左蒙庚 他是明朝名将左梁玉之子 手握重兵 投降清军时经日最保守 有二十万之中 号称八十万 兵可谓多 梁也足 兵精梁足 可是却偏偏向比他更弱的清军投降了 而来受降的阿纪格率领的清军人数 只有他的一个零头 一万人 这得有多讽刺 据不完全统计 明军前前后后投降的兵力 达到了百万之多 将兵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 剃发衣服 作为归顺新朝的标志 而同时 人数并不占优势的满洲八旗军 总是作为督战队 侧翼包抄力量出现 为这些汉旗军打击血 攻城夺债 肆无忌惮 他们烧杀抢掠 用杀戮激发出恐怖的战力 虽然 整个南明政权先后涌现出了无数英雄豪杰 如实可法 李定国 张苍水 郑成功 李来亨 严云 夏丸春 黄德公等等 但在复朝之下 都没能力挽狂澜 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一曲曲 英雄悲歌 传颂后世 总之 天灾人祸 内忧外患 饥荒不断 让明朝不堪重负 而满清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 依靠合理正确的军事策略 分化瓦解明军残余势力 残酷镇压中原抵抗势力 凭借天时地利人和 最终成功入主中原 但是 我们也必须指出 满清窃取了明朝的政权 依靠暴力手段入主中原 尤其是为让中原百姓归附新朝 采取极端残酷的屠戮手段 实施剃发一幅 给中原百姓带来了一段长达268年 黑暗的血泪历史是必须受到批判的 这也时刻警示后人 任何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撒娜 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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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